明杰我們剛看到的是NASA火箭登月成功的畫面 對 在四隔半世紀之後 我們看到NASA重啟這一個一項 叫阿提米斯的這個探月計畫中間的一號計畫 那等於說在這一次 由這個SLS重型火箭搭載 我們看到他的這一個火箭的前端 有一艘這個獵戶座的無人太空船 發射之後 那終於開啟下一步21世紀 新的一個太空的一個局面 那我們看到這全程的發射過程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重型火箭SLS 它是等於目前來講 全球最大的液態的氫氧的發動機 那旁邊還有兩個助推器 這整個發射過程 其實這些火箭點燃之後 總共連上面還有一個上一級的火箭 全部可以產生高達8000噸的推力 那把這一個等於說獵戶座的無人太空船 先送到地球軌道之後 然後上一級火箭再點火 再推升把他往月球軌道推進 那整個過程哦 他會這個繞行 整個月球的軌道 最近的距離可能只有離月球 只有130公里 那這一次為什麼叫一號計畫 比較特殊的是說 等於說他這一次是先用 這無人的方式哦 但無人方式其實 這個NASA還放了三個假人 而且這三個假人哦 非常正式都穿上所謂的這一個新的生存維護系統的太空裝 而且還非常特殊是 他把中間一個假人還把命名為指揮官哦 還給他取了個名字叫campus哦 那等於說在這次過程中要去測試說 未來這個獵戶座 他在這一個繞月的過程 未來可能二號計畫 三號計畫進一步登月 會不會在太空中哦 有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能不能夠緊急來處置哦 那這一次這一個SLS重型火箭 其實他是一個巨型的重型火箭 那我們看得出來哦 他其實基本上上面配備了 4G RS-25的這個發動機哦 那這4G發動機就可以產生至少4000噸的推力哦 是現在所有重型火箭裡面 推力最強的火箭 那整個航程哦 預計可能會遠達200萬公里資源 那繞行這個太空中 這整個繞行之後25天 預計哦 要這個返回地球 那當然這個過程中 我們看到他除了很多太空的測試 之外這一次先用無人哦 他當然下一步也計畫要載人哦 那這一次為什麼就阿提米斯 其實外界有提到這個計畫 其實整個資金哦 經費高達41億美元之多 那等於說用這個名字 也是因為半世紀之前 美國先阿波羅計畫登月之後 那知道這個阿提米斯 其實就是阿波羅 在古希臘神話裡面的孪生的姐姐哦 所以等於說要呈現起後 延續阿波羅計畫 那開創在21世紀的這個新局 那接下來當然很快的 如果這一次的計畫成功哦 經過測試沒有問題 第二步2024年哦 他就會開始這個載人來登月 載人來繞月 那因為這個我們看到前端這個列護座 其實他長的高大概三公尺哦 裡面最多可以做四個人 現在美國的NASA已經選拔 還有首位的女太空人哦 預計明年也會直接上太空 那第二階段繞行月球也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最快在2025年就準備要 來透過這樣的一個中型火箭搭載 這一艘太空船直接登陸 而且登陸的位置就在最神秘的 這個月球的南極的部分 那當然最後的目標 希望在2028年就直接登陸 然後同時建立所謂的未來的 這一個月球基地 同時在上面打造所謂的核電廠 未來甚至進一步 這個希望人類也可以移民到月球去 那有新的一個世界展開